辽元乳液提示您精彩继续 何鹏飞人称传二代 因为父亲做这个 所以我们才做这个 就跟我们是吃他的老手艺一样 何鹏飞的父亲何俊明 是江州梯西漆器的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江州梯西漆器 因造工卓艺 工艺精诀 被视为漆器中的皇家珍品 这种漆器之所以叫梯西 是因其花纹刀口侧面处 显露出不同颜色的漆层 与犀牛角横断面层层环绕的 激励效果极其相似 不得名 TC 这种独特的效果 灿然成纹 流转自如 回旋生动 有着比纯色雕漆 更富于变化的装饰效果 何鹏飞从小看着父亲何俊明做TC漆器长大 但对TC真正感兴趣 还得从父亲接受的一项元代TC国宝纺制任务书起 我父亲接受到安徽省博物馆这个张成造 去访他的时候 当时我在上学 但我是知道他在为一件事件忙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帮他去复制这个东西 相传在元代 顶级TC漆器是宫廷七将张成密不外传的独闻绝技 1989年 元代TC漆器如意原文七盒在长熟出土 考古人员无意间发现 在七盒底部边缘隐约刻着张成造三个字 出于对文物保护的需要 安徽省博物馆开始着手张成造七盒的纺制工作 凭借古籍记载和老辈人的零星传承 何俊明承担起了纺制张成造七盒的任务 何鹏飞跟着父亲开始了近十年的研纺工作 因为这个东西我们看不到食物 那个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 是不允许我们去动的 那就只能通过去观察 回来修改 再去比较 这样子然后经过一个这样的过程 才把这东西给真正地给做出来 一次又一次的细致比对 何家父子终于纺制出了张成造七盒 但是父子俩却并未满足 因为他们觉得与原物相比 纺制品似乎缺了点什么 一次只是做了一个形式 但是形式就差得很远了 这几年也是不断地在去研究这个 然后纠正改正 包括现在我们也是在探讨这个图案 它的有些特点 怎么会有那种神韵的感觉 中华古老器物的神韵 仿佛有一种魂牵梦绕的魔力 吸引着从美术学院毕业的何鹏飞 他决定回乡与父辈一起 开启一场传承发展 古老手艺的神交之旅 和降州TC一样 降州邓尼宴 降笔制作工艺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 都已将传承的接力棒 交到了第二代传人手上 他们努力让传统记忆与时代接轨 将古老的记忆做出新的诠释 是新一代传承人背负的重任 一方面是要保留传统 每年我都会去复原一些 古代的作品 做一些传统东西 然后再去做一些 承制成的创新 根植于传统上的创新 需要新一代手艺人 用心血和时间去精雕戏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